另一样,其实左右住的资本市场 就是联储局的息口走势 就是他们怎样去落实 但之前就怎样做一个预期管理 昨天美国性路易斯联储银行 长布拉德接受CNBC访问 重新说过一次,上星期也说过 就是希望7月前加息100点指 详细一点去解说 他又说过去四次的通胀数据 其实就持续反映通胀压力在扩大 通胀应该就会比预期高 有些担心联储局的行动不够快 就会影响局方的信誉 他再次重新说当局应该就数据 就快点采取行动 还有有必要在两年内控制着通胀预期 现在言论或者期货市场的反映 都有一些变动 其实你觉得三月你的预期 会加0.25厘还是加0.5厘呢 还有其实不停有人在放风 你觉得资本市场又消化了加息的预期吗 其实如果本来就跟 本来联储局加息 今次加究竟是加0.25厘 我们俗称叫一口 或者0.5厘两口那样东西 本来就跟他们本地的通胀 又或者大家对未来通胀走势 那个趋势会怎么会有比较大的关系 而不关其他事 但是今次你看到 譬如乌克拉罗斯局势 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席口 我自己觉得如果未来两个礼拜至三个礼拜 因为我们现在都只剩下一个月 松一点点 01日的时间就已经是FOMC 即三月 其实有些机会成为这个 结果可能加得没那么多的藉口 因为如果之前的看法就是 你看譬如你的期货 就说已经在价格 就是九成都加0.50厘 就是说是会可能是 有机会在三月FOMC之前 再来一次开会 但是原本那个 可能会加 更加加息那个会 就是讨论贴言律 那个就已经开完 那就是没事了 没有事发生 那就是没事了 那现在的看法 讲结论 我就觉得反为三月 有些机会都只是加0.25厘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厉害 因为虽然刚才Rendy 你说的烂巧克力士 说认为大家应该要 6月之前加加这个说法 是都不止他的 都有一些经济师说的 但是就 首先就通常你都知道 不代表 就是那些理事走出来说话 就不代表联储局整体立场 就是他们都是走出来说的 那或者大家 就是你想找一些鸣派言论的时候 就会选到他出来的了 那第二样东西都是 就是之前的一个 一个比较长期的说法 就是我自己的说法就是 其实加息是 这次的加息 用加息的手段 是解决不了通胀问题 因为这次的通胀问题 是来自供应面 那供应面解决不了 其实你加 你说的难听一点 就算加到四厘 那你都只不过是 那你都只不过是 就是叫做 整散了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令到 那个需求 因为那些价格太贵 就硬收起来 那就叫做暂时止了 但是其实不能够 那 变成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未必真的会第一次加太多 我都是觉得正常都是 就是今年上半年 随时都可能是 三月和六月 国家四分之一来 那就算了 那然后就看看 去到七月怎么算 因为其实它 可以有很多原因的 它可以譬如说 出现了 就是俄乌可能真的有些战士了 那有那些制裁 那整体的经济又会再差了 那所以就 就不加那么多了 就是他们可以有很多这些东西去延后那件事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联储局 偏向 就是以我所知 他们偏向的看法都是觉得 上半年的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通胀劲 是因为低基数效应而已 过了上半年应该变回 基数就是基数 转回是 就是2021年下半年那个 那个已经开了 就是他们已经重新恢复了 活动那个基数之后 就应该 他们的眼中就通胀会回顺的 那我想就要等到可能真是 未来今年八月出七月那粒CPI 发觉突然间都发觉都还是不行 那他们才可能做一些应急措施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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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